27岁华裔工程师袁国文遗体寻货 家属仅存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 宾州政府秘书拿都斯利法詹 今早在新闻发布会证实 搜救队伍首先在今早7点03分 发现袁国文的遗体 十分钟后又找到孟加拉吉公友 莫哈莫·莫尼鲁遗体 由于本地男子遗体被压在倒塌的铁架中 比较困难移出 因此当局先抬出孟加拉吉死者 直到11点02分 才成功把华裔工程师的遗体 从灾场挖出来 再送往医院解剖 驻守现场的媒体拍摄到 华裔工程师罹难者的母亲和父亲 在亲友的散阵掩护下出现在搜救现场 相信是为了确认遗体身份 尽管所有失踪者已经寻货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搜救队伍将按照标准作业 出动6只K9搜救权到土峰范围继续搜寻 直到搜救工作宣告结束